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拿到琴研究了一番 我发现如果想把如此复杂的单电机集成电路研究透彻 挨个排查并解决故障 且不说能不能买到原版的配件 维修成本可能比重新买一把琴还要高 最后我选择拆掉琴上的所有元件 重新设计电路 用新的元件手焊了一板电路 复活了这把琴 我已经记不清GP已经有多少个不同版本外观和配色的型号 同样我也记不清这些年一共收到过多少只电路板故障的GP 反正我十个手指加上十个脚趾肯定输不过来 前两年听说音乐男人更新了VR的电路板 如果你手上的GP是在宝器内的行货 且能等得起漫长的售后时间 那更换原版的电路板自然是最佳选择 如果不符合以上条件 那么这期视频可能是拯救音乐男人的最后一根稻草 仔细看完视频后 我相信你自己就可以复活手中的GP 主动电路板拿掉之后 所有依赖主动电路实现的功能将被全部取消 其中包括电视音器的音量Boost 压电部分的EQ 增益调节 根据不同的控制习惯 我总结了三种不同的电路组合方案作为参考 在方案一下 A档文器控制电视音器C区和压电琴桥地区的信号切换 A导在左侧时 地区独立工作 压电音量通过地区的电位器控制 此时 B档文器和电视音器C区是关闭状态 档文器和旋钮不可用 A档文器导在右侧时 压电琴桥地区关闭 压电音量不可用 同时 B档文器和电视音器C区被激活 进入传统双双使音器组合模式 B档文器在左侧时 情境实音器工作 电音量提拉后 情境实音器切单 按下去恢复双线圈模式 B档文器在右侧时 情桥实音器工作 电音色提拉后 情桥实音器切单 按下去恢复双线圈模式 B档文器打在中间 情境和情桥同时工作 玩家可根据实际的需要 独立选择实音器的工作模式进行组合 A档文器在中间时 进入电幕混合模式 此时 B档文器 C区 D区内所有的旋钮和档位控制均有效 玩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音色喜好随意调节 方案一 有独立的压电音量控制 在实际使用中会发现 绝大多数情况下 压电就算有音量控制也是全开到最大 假设我们让压电信号直通输出 在箱形音箱或者效果器上去设定压电音量的话 琴上有限的孔位和空间 是否可以留给电信音器部分 实现更精细的控制 对比方案一 方案二 取消了独立压电音量的同时 实现了情境情桥 实音器音量的独立控制 搭配高频补偿电容 玩家可以用独立音量精确控制湿震度的同时 通过总音色的提拉 选择实音器是否切单 A档文器同样是控制电信音器 C区和压电信桥地区的信号切换 A打在左侧时 地区独立工作 此时压电信号直通输出接口 无单独音量控制 A档文器打在右侧时 压电情桥地区关闭 B档文器和电信音器 C区被激活 B档文器打在左侧时 情境实音器工作 音量由左侧选择单独控制 右侧总音色提拉可实现情境实音器切单 B档文器打在右侧时 情境实音器工作 音量由中间旋钮单独控制 右侧总音色提拉可实现情境实音器切单 B档文器打在中间 情境和情境实音器同时工作 右侧总音色旋钮提拉可实现两个实音器同时切单 A档文器在中间时 进入电幕混合模式 地区压电全额直通输出 B档文器 C区内所有旋钮和档位控制均有效 玩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音色喜好随意调节 方案3和方案2类似 对比方案2独立控制的音量改为独立控制的音色套 同样都是精气化调节设计 玩家可以根据个人习惯选择适合自己的控制方式 A档文器控制电视音器 C区和压电情侨地区的信号切换 A打在左侧时 地区独立工作 此时压电信号直通输出接口 无单独音量控制 A档文器打在右侧时 压电情侨地区关闭 B档文器和电视音器 C区被激活 B档文器打在左侧时 情境实音器工作 左侧总音量控制音量大小 中间旋钮独立控制情境实音器的套路 提拉后可实现情境实音器切单 B档文器在右侧时 情境实音器工作 左侧总音量控制音量大小 右侧旋钮独立控制情境实音器的套路 提拉后可实现情境实音器切单 B档文器打在中间 情境和情境实音器同时工作 左侧旋钮控制总音量大小 两个独立的套路可以分别设定情境和情境实音器的明暗度 以及是否需要切单 A档文器在中间时进入电幕混合模式 地区压电全额直通输出 B档文器 C区内所有的旋钮和档文器控制均有效 玩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音色喜好随意调节 具体到这把案例行 玩家选择了带有独立压电控制的方案音 下面我们根据改装的进程 看看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关键点 给琴做屏蔽需要把琴上所有的电路元件都拆掉 主动电路板不需要保留 电路舱和电池舱涉及到的线直接剪掉就可以 电池舱不需要做屏蔽 电池盒上的线经过整理后 直接装回去用螺丝固定好即可 屏蔽是在电路焊间之前最重要的处理 GP完整的屏蔽处理分四个步骤 电路舱的屏蔽难点在于空间虽然大 但形状不规则 我们能做的只能是花更多的时间去精雕细琢 无死角覆盖的同时 尽量做到整洁美观 电路舱外侧的螺丝孔位置用铜箔做好银角 当金属背板固定后 和接地之间可以互相连通 挡位器层空间很小 屏蔽需要注意的是 底部的凹槽也需要贴好 挡位器上的固定板和接地端子 需要确保和屏蔽层信号连通 使用器舱屏蔽的难点是空间不规则 我们能做的只是多一些耐心 第四步是屏蔽中最重要 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环节 我们需要把贴好的神器舱通过导线连通到电路舱内接地 如果这个步骤没有做的话 噪音不会得到有效控制 减短至合适的现场之后带汗 这批的电路元件需要先在金属底盘上安装好 再把金属底盘通过螺丝固定在电路舱内 原厂挡位器在没有主动电路板的支持下 不能实现方案中的预测功能 安装新的挡位器 拆掉原电路板上的所有元件 新的电位器在安装时发现金属底盘上有一个预设孔 安装直径不够 拿起电钻直接扩孔 扩孔完毕后 用锥形角刀修整开孔边缘使其圆滑 并安装电位器 完毕后就可以把金属底盘 挡位器输入接口固定在电路舱内 等待焊接 使用器舱的导电铜箔接地后 使用器如果直接安装固定 可能会导致使用器底盘接触到屏蔽层信号短路 视频中示范了用绝缘的美纹纸贴在使用器底部 隔离屏蔽层的方法 固定使用器之前一定要记得把A挡位器焊接需要用到的线 提前穿过使用器舱 不然等你装好琴弦准备焊接的时候 发现无线可用 就得再拆一遍琴 重新再穿线 首先需要焊接的是切换电幕信号选择的A挡位器 右侧的电路示意图可以同步我正在焊接的实际位置 用一根导线焊接在固定板的接地线柱上 线的另外一头引入电路舱接地 黑线是琴的信号总输出 黑线的另外一头会接在输出接口的正极 此时A挡位器设定的工作模式为 打在下面红线接通电视音器模式开启 打在上面黄线接通压电模式开启 打在中间红黄线都连通电幕混合模式 屏蔽接地事情最终噪音控制的关键 把之前接好的实音器舱接地线 琴桥挂钩接地线 A挡位器接地线全部绕在B挡位器上的接地线注射 按照上方的图示 用独立导线把B挡位器接地线注和每个电源器外壳串联在一起 保证金属外壳背面都互相连通 最终和输出接口的接地角相连 输出接口的正极角连接的是我之前提到的A挡位器信号总输出的黑线 基本的电路框架构建起来之后 我选择先把压电通道完成 右上方的图示显示了如何把压电琴桥 压电音量和A挡位器互相连接 需要注意的是 压电琴桥的线表层黑皮扒掉后 里面是一层外网接地 中间是信号新线 处理的时候需要确保新线和外网接地不能短路 现在示意图上显示的是A挡位器和电音量之间的连接 如果需要用音量控制湿震度的玩法 电音量如图示可以安装高频补偿电容 为了清晰呈现A挡位器和电音量之间的关系 我重新画了一张图 电音量上那根黄色的断线和压电通道没有关系 之后这根黄线会连接到电音侧旋钮上 处理完这一部分后 A挡位器和地区的所有连接已经结束 下面我们看一下CG和没有完成的部分 电路焊接的原则是先搭电路框架 最后焊时音器 音色电容焊好之后 我们需要把两个需要切单的电音器开关 先做好接地 图中的红色断线是上一张图里连接到A挡位器上的红线 现在示意图上显示的是B挡位器和整个电神音器C区的完整图示 神音器红线接B挡位器 黑白线同时接在切单开关的中间角 绿色和裸线拧在一起 接在电源器背面的金属外壳上 因为事前每个电源器背面的金属外壳都是互相连通 所以我们只需要找合适的空白位置接即可 把神音器每一根线按照图示对应焊接在正确的位置 整个焊接过程就完成了 最后我们来测试一下改装结果 看看最终这把GP到底有没有按照方案E的预设正确工作 ODF 作曲 欢迎订阅 ODF O 按照 Zither Harp